冯甲夜市一到夜晚超级热闹 上清个摊位吃喝玩乐都有 一年创造数百亿的商机 不过商机不止在夜晚 白天一样热闹滚滚 这条是文华路 也是懒人烤虾 章鱼小丸子起源的路段 从早上六点就开始有摊贩摆摊 有卖水果的 有卖蔬菜 还有卖锅碗瓢盆的五斤摊贩 就连猪肉也来这里摆摊 看起来像是一个迷你小菜市场 成了附近居民的采购地点 我住在这里就近 方便而已 时间蛮短的 所以我们很早就来了 白天生意不够 白天 因为这里都是眷村 都是阿嬷比较多 就加减做方便 好几个眷村 你大概在这里 你还有多久生意不够 很久的 因为没有市场 以前有市场 要健身改建 小小市集让民众吃早餐 就可以顺便买菜购物 让附近居民生活更便利 老板说还不用付租金 成本降低 售价自然也能降低 堪称最潮最热闹的逢甲夜市 早晚风景虽然不同 却都一样能创造商机 创造前潮 东森就问陈佳麟 王少宇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大区 小厨 巳 大区 会访问 大区